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课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重点是资源释放 因为JDBC呢,是Java所提供的一组跟数据库交互的这种API接口和类 但是呢,因为在跟数据库交互的过程中,数据库的资源是有限的 比方说连接对象,其实一个数据库在同一个时刻能够建立的连接数量是有上限限制的 否则就会资源消耗殆尽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我们跟数据库每交互一次结束之后 必须释放跟数据库所有交互的资源 比方说连接对象啊,statement对象啊等等 那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用程序来演示一下如何进行资源释放 打开MyEclipse,我们新建一个类叫做test3.java 要释放资源的话呢,其实首先呢,我们应该将JDPC跟数据库的交互哈 用方法拆分开来 之前在我们写的代码中基本上都是在man方法中去完成所有的步骤 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非常不科学的哈 我们跟数据库交互其实远远不止一次,可能会是很多次 这一次查询呢,下一次更新或者是删除等等 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的设置 甚至是工具类的设置哈 来将他们的这种不同功能的代码区分开来 那现在呢,我就演示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承担不同的功能 那这个test3呢,要承担哪些功能呢? 比方说,我如何引入驱动器的架包 在程序中又如何创建跟数据库的连接 我可以单独的用一个方法来实现 跟数据库的交互也可以用独立的方法来实现 那最后释放资源就更加可以用独立的方法来实现了 好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如何这种载入驱动器类哈 用static class点 forlem 为什么这个地方用静太快呢? 是因为这个载入驱动器类实际上只会执行一次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静太快来执行 那紧接着获取连接 写上一个方法 public collection getter collection 好 在这个方法里面只做一件事情 return driver manager g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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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on 那紧接着 这个方法我可以做成static的哈 静太的 也就是我可以用类名直接打点调用的 但是有一点 呃,因为 因为,因为这三个参数哈,是代表我如何去登录数据库的 实际上呢,呃,我这次登录的数据库叫ORCL,下次不一定叫,而且用户名和账号,下一次也不一定叫这个,那怎么办呢? 我完全可以去声明一下,我完全可以去声明一些静态的变量 静态的变量 比方说,比方说,我把这个复制过来,private,string,user,等于,scot 好,primate,string,pwd,等于,tiger ok,那么,这些变量都必须声明成静态的 因为我等下是静态方法调用这些变量 ok,那么接下来就是URL,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user,第三个参数,pwd 好的,那这个静态方法专门用来做什么呢? 那专门用来获取,连接对象 专门用来获取连接对象 ok,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跟数据库的一个交互了 我这里用的交互呢,还是查询样批表吧 但是呢,有一点哈,我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类里面,test3类里面 主要做的功能就是载入驱动器的这个类 然后呢,提供这个创建连接对象的方法 那么跟数据库交互的话呢,我们是写在另外的类里面 比方说,我再建一个test4 那么这个类里面提供的方法就是public void或者说是 就woy的吧,cory war 好,stream secure 那么在这里面提供的方法呢,就是查询 EMP表所有记录的方法 那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方法中去实现跟数据库交互的这种所有的这种进程 比方说,我要获取连接对象 就可以使用test3类的get collection的方法 但是有一点哈 看一下 collection con等于test3点 get collection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这个方法需要 throw一下 第二步 因为发送的是查询语句嘛 所以statement或者是prepared statement都行哈 我这假设是简单的 statement 简单查询哈 等于con点 create statement 紧接着 result setrs等于什么呢 stat点 execute query secure 好 接下来的程序 可能我就会去解析这个result set 当然 出于这个时间的问题 我就不在这里具体的去写什么wellrs.lex的呀 去怎么怎么样了 那最后 解析完之后 我需要什么呢 需要释放资源 释放什么资源呢 这里有collection的资源 有stat的资源 还有result set的资源 这些释放资源呢 我需要通过统一的方法来释放 那么在test3 因为test3这个类主要做的功能就是 跟数据库载入驱动器类 进行获取连接对象 然后释放资源 然后释放资源 OK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用一个public static free方法 那么free方法里面呢 有三个参数 分别是collection count 分别是collection count statement stat 和result set 为什么是给三个参数 是因为这三个参数 都是我们需要去用代码去释放的 那么这个方法还得有个返回类型叫做woy的 好 导包进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在gdbc中释放资源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释放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要释放这三个 当然 如果是查询 我们要释放三个 如果是 其他的增加呀 删除啊 修改 我们可能只需要释放两个 那么我传递过来的第三个参数为now即可 那好 所以我得判定一下 这三个参数不为now 我才去释放它 或者说是去关闭它 当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我关闭这三个对象是有顺序的 我不可能先关collection 必须先关rs 如果有rs的话 那么ifrs不等于now 如果等于now就没有关闭的必要了 那么rs点close ok 也就是说我直接调用 realt set的close方法去关闭它 当然因为这里报错 是因为close方法 必须要try catch 好 注意说近 如果发生了异常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输出这个异常的处理信息 紧接着写上一个finally块 finally块就是指我关闭realt set 不管成功与否都必须执行的 好 不管有没有发生异常都会去执行 执行什么呢 s tat 不等于now的话 我去关闭statement的对象 我们还是try catch stat 不等于now 先说一下prepared statement和callable statement 都是statement的接口的 子接口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用副接口去 接收这些statement的对象的 ok 不等于now的话 那么它也close 如果发生异常 当然 我们可以选择 打印异常一句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 finally块 不管我关闭成功与否 我得去 好 关闭stat对象是否能够成功 我都得去关闭collection对象 ok catch exception e 好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释放资源的方法就已经全部写完了 请注意 请注意我们这三个对象 实际上是要释放三个对象的资源 分别是collection statement和result set的对象 关闭释放资源是有顺序的 首先释放的是rs 其次释放的是stat statement的对象 最后释放的是collection对象 那么释放这个对象我都是在finally块中执行的 如果rs没有不管成功关闭与否哈 最终都是要去释放stat的 那么不管stat是否关闭成功 那么最终我都是要去释放collection对象的 ok 这个就是释放资源的方法 那么在跟数据库的其他交互的时候 请注意 做完之后 一定要去调用free方法去释放所有的资源 这样子数据库才会有足够的性能 去提供其他的跟数据库交互的这样一些功能的实现 这个呢在大型的应用中非常重要 大型应用程序中我们跟数据库交互 这种数量级是非常庞大的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释放资源 那么数据库的性能很可能会消耗殆尽 好 这个呢 就是本次课的重点内容 如何释放资源 请大家记住哈 如果我们有某个资源不需要释放 我传递过来参数为nau即可 好 那么本次课就大致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